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追击 2021年12月以来 随着美国政府首先宣布 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7个国家 也紧随其后加入外交抵制的行列 一时间批评中国政府打压人权的声音 在国际社会上频频出现 似乎让面对疫情困扰的北京冬奥会雪上加霜 但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些北京街头市民的采访 表达了与西方舆论坚然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美国的抵制是玷污冬奥宪章精神和政治挑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是谴责国际社会 不该将冬奥会政治化 那么在奥运政治化这个命题上 中国和西方的概念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这次外交抵制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奥运抵制 到底有什么不同 目的是什么 外交抵制是否又是正确的做法 会给中国当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好 我们先来听一听 关于外交体制两方不同的声音 说明美国政府小肚机场 绝对反对的 体育就是体育 体育你跟政治挂什么钩啊 所以这就不惊讶 那是澳大国政府的公司 所以这些资金会不会去中国 但是澳大国奥运抵制 冬奥会它不来 其实是对一个冬奥宪章精神的一个玷污 2021年12月6日 美国政府宣布 鉴于中国恶劣的人权问题 美国将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美国政府将不派遣任何官方代表 参加此次冬奥会 但运动员比赛不会受到影响 随后澳大地亚 加拿大 英国和新西兰等 五眼联盟成员也纷纷响应 加入外交抵制的行列 这给面对新一波疫情困扰的北京冬奥会 又增加了障碍 障碍非常多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大战 当然是新冠疫情 奥运会开还是不开 那么第二个重大的障碍 是因为我们看到北京 国内的老百姓 就是做对了镇压 越来越提升 跟国外战狼外交也越来越猖狂 一个小的因素 当然是和彭帅事件有关 张高丽是属于国籍的领导人 对女性运动员的性情 那么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 这些因素当然使得 今天北京的冬奥会就显得了非常的不顺 面对国际社会发起的外交抵制 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不该将体育政治化 美方应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国内各大媒体也充斥着对政治化的批判 那究竟中国政府指的政治化又该怎样解读呢 因为中国政府那个解读的政治了 那么跟我们所理解的政治这个词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中国反应这么强烈 因为中国一直把奥运 就像我刚才也讲到 中国呢 一再地搞什么奥运外交也好 那么什么就是通过奥运呢 宣传了提高爱国主义 那么和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情节呢 另外通过那个奥运呢 打造成一种万国来潮 这种那个中国政府了 那么尤其是习近平呢 在他想寻求一支忠生制 那么在这种大的这个关键时刻了 那么当然中国政府是想利用这个奥运呢 来做他的那个专制的政治的 因为他那个高度政治化受到了别人的抵制了 他就认为这种反作用了 就成为高度政治化 但是我恰好认为这种外交抵制 恰好从那个美国来看呢 是把政治跟那个奥运分开了 是把运动员跟就是政府分开 那你组织这个冬奥会呢 肯定是好的东西 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抵制它呢 中国的伟大 它永远抵制不了 但是呢 这个奥运会 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一个体现 会不可避免的和政治产生一些联系 虽然外交抵制的声浪此起彼伏 但另一种声音同样存在 意大利 法国等国已经拒绝参加抵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形容 这是形式化且无关紧要的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也表示 对于这一政治决定 国际奥委会保持政治中立原则 那究竟这样的抵制会有多大的作用呢 这种抵制呢 那么主要是一种微创手术 因为它的微创手术呢 那么主要的目的呢 我觉得是主要是不给中国那个政府站台 那么增加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 它的交际成本 那么同时呢 不给中国政府了 再利用那个就是奥运会了 那么提升它的所谓的国际形象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这些国家如果全部抵制不去参加奥运 当然就会把奖牌呢 全部拱手送给中国政府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 我刚才讲的一种非常微妙的 一种精细的一种微创那个手术方式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让运动员 那么去拿金牌 最后中国政府呢 会陷入一种双重的尴尬 所以我认为呢 那个这种影响 那个中国政府呢 是会非常在意的 因为中国政府它现在呢 也面临了许多的焦头烂额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习近平 那么他在内政外交上 都受到各种挑战 历史上出于政治原因 发生奥运抵制并不是第一次 事态比较严重的两次 是发生在1979年底 苏联入侵阿富汗 42个国家抵制 在莫斯科举行的1980年奥运会 而4年后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苏联和其他19国实施抵制报复 那这次北京冬奥会 美国给出的抵制理由是人权问题 包括新疆的种族灭绝 香港问题等 而中国方面却说 这是中国的内政 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那国际社会应该如何看待 中国政府的内政一说呢 那么这些底子你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是冷战高峰时期 那么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在地缘政治这个激烈的冲突中了 那么他们那种行为 那这次跟中国一点不一样 就在于中国了 对就是维吾尔族 或者对香港 那么他的这些镇压了 那么违反人权了 那么所以对中国那个来说 他就说 这是完全我们的内政的行为 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因为世界已经发展到 那么人权呢 就变成了一个普世价值 那么联合国 那么而且奥运会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了 那么他们对这个人类的 根本的人权 那个就是精神了 那么是应该那个体现的 而且奥运会的 奥林匹克的精神 那么就是体现这种和平 那么和那个自由 和那个就是友好 面对国际抵制和国内疫情 连北京市民也感受到 这次冬奥会 比不上08奥运会的气氛了 现在热情不如那个 08年北京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 举办奥运会 可能是一个民族振兴 民族复兴的一个标志 现在举办奥运会 可能就是 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比赛了 冬奥会其实就是 本身个人关注没有特别的多 其实坦白讲 还是觉得08年奥运会 会更兴奋一点 真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关注点 好像都在就是这个这个方面 那么至于会给中国带来 多大的那个就是影响 就像美国现在已经报定了 美国他的那个 对中国的外交 这个就是冬奥会外交底次 其中有个核心的思想就在于 我们呢并不期望 那个中国了 会发生主动的这种变革了 也就是说美国了 对中国的那个就是 政府那个主导型的变革 已经失去了期盼 和失去了信心了 那么当然这里面就要看中国人 那么中国有没有就是 中国人有没有就是这种渴望和冲动 说我们想过一个那个更自由的 那么更民主的 那么更有人性的 更有尊严的这种生活 那么如果中国人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了 那我觉得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 那我就全世界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放散了 奥林匹克精神是互相理解 团结友谊公平竞赛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的社会观 他把世界上不同国度 不同种族 不同语言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一起 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进步 因此说啊 奥林匹克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 远不限于体育本身 那么在北京冬奥会 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之际 重温奥林匹克精神 思考如何实现平等自由 以及多元化的和谐发展 我想对于冬道主的中国人民来说 意义会更加深远 好 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新闻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马上就是中国的元旦了 即将在这里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和家欢乐 好 我们下期再见